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7集 提人 孙尚书冷冷的携来一眼 黄狼中如坠冰窖 低着头仓皇的走了过去 大人 事处突然 卑职没有来得及取缉拿文蜀 主要是因为此人是明武夫 同时是御刀卫许平智的侄儿 有畏罪潜逃的能力 黄狼中心说 尚书大人的大嘴巴子距离我只有六尺距离 但我能在0.01秒内甩过 周公子派遣护从递交送书 说有贼人当街殴打他 还说要让他血剑五步 事处紧急 卑职决定先将人拿下再说 免得潜逃 有四天剑的白衣和白露书院的大儒在场 他不敢说谎 也没必要说谎 双方当街殴斗 本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事 他除了没有缉拿文书 一切都是按规程办事啊 再刑部 回头补鸡拿文书的例子 比比皆是 四天剑的白衣们皱了皱眉头 李木白与张慎相识一眼 前者上前一步 上人曰君子当成 普通普通普通的 黄狼中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 血液冲到脸皮 因为说谎而惭愧无地自容 他厌恶说谎的自己 精神在激烈抗议 抗议他的卑劣行为 嘴巴也愤怒地脱离了他的意志 不受控制地开口说话 周公子要整死许七案 让他死在刑部大楼 一泄心头之恨 我 我想卖周公子一个人情 舒服了 说完以后黄狼中一屁股坐在地上 额头浸出汗水 周围响起哗然声 在场有十余位刑部官员 看向黄狼中的眼神 有的是不屑 有的是鄙夷 有的是幸灾乐祸 有的是摇头叹息 卑鄙无耻 本官明日定要写折子弹劾你 刑部几世中顿时来劲了 孙尚书不动声色 心想着 五品的行径 扫了眼脸色煞白 目光呆滞的黄狼中 吩咐手底下的官员 装我话去 把人放了 镖铐的哗啦响声里 许七案被带到刑讯室 周公子换了一身电蓝色的袍子 厚实又不显得难堪 他大马金刀的坐着 一只脚踏在椅子上 被许七案采烈的耳朵裹着白色的细布 穿蓝色大褂 领口袖口 有着金色滚边的青瘦老者 站在他身侧 瞳孔锐利的盯着许七案 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此外 还有两名狱卒 站在一堆刑剧边 幸灾乐祸的审视着许七案 解一公子挥了挥手 一名狱卒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甩在了许七案面前 周公子眼神辟逆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 认罪画鸭 要不然尝试一遍这里所有的刑具 然后再认罪画鸭 许七案看了一眼 认罪书上的内容大致是 长乐县衙快手许七案 因为在街上与周立发声口角起了杀心 一仗武力出手害人重伤了周立 随后不快赶致快手许七案落网 当街行凶 对方还是户部侍郎的公子 我如果签字画鸭了 最轻的都是流放 姓周的运作一下 盼我一个菜市场斩首都有可能 这是不给我留活路啊 许七案收回目光 看着锦衣公子 签字画鸭 少受皮肉之苦 周公子嘴角一挑 像是玩弄蝼蚁一般 戏谑道 不 我给你的选择是 先画鸭再受刑 还是先受刑再画鸭 几名狱卒是哈哈大笑 许七案脸色阴沉 他越是这样 周公子越开心 就喜欢别人责恶他 偏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哎呦 吓人 真的吓人哪 陈叔 这料可牢固嘛 万一这个贼人 忽然抱起杀人怎么办 少爷 一只蝼蚁而已 老奴 一巴掌就能拍死 哦 那我就放心了啊 周丽起身走到刑具堆面前 侃侃而谈 这里有二十四种刑具 每一样都能让人疼到极致 偏偏伤不了性命 是刑讯逼供的利器 我不会杀你 那又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听说呀 这打羹人的大狱里 足足有一百零八种刑具呢 被关进里边的人呢 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哎呀 可惜你无福享受啊 可惜呀 许起安不可避免地看向刑具 有布满铁钉的座椅 有绣迹斑斑的钢针 有常年沾染鲜血变的暗红的铁具 林林总总 每一样都透着残忍和血型 许起安喉咙滚动了一下 脸色苍白下去 按时间算 四天间的采薇姑娘 应该已经收到王捕头的通知 为什么 还没有赶到 是不愿意救我 不对不对 那本书我写得非常有诱惑力 但凡是炼金术师看完 都应该抓些脑杆般的难受 迫不及待想看接下去的内容 再不来救我 就算我最后能活下来 这一套刑剧用完 我人也废了 许起安额头开始浸出汗珠 他是个正常人 也会感到恐惧 周公子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观察他的脸色 见状非常满意 这种戏耍耗子式的游戏 让他沉浸其中 晚分享受 听说你自幼被二叔许平质影的 感情一定很好 嗯 我有理由怀疑 这件事是你和你二叔一手策划的 啊 他查过我 许起安的鹅脚青筋突起 这 周公子啊 认罪书上没写啊 一名牙异为难 蠢货 重新写一份就好 另一名御族骂道 那还等什么呢 啊 就在这里写 当着他的面写啊 哈哈哈哈 周公子猖狂大笑 笑声回荡在刑讯室 忽然 紧闭的大门被打开 一名御族领着一位青袍官员进来 那位青袍官员扫尸一眼 见到许起安身上没有血迹 完好无损 无声的松了口气 把人给我提走 许起安是如实重负啊 终于 终于来了 刑讯室的几名御族 下意识的看向周公子 这位大人 我们在审讯犯人 周公子目光从象征无品的青袍身上挪开 注视着官员的脸 神色有些不悦 青袍官员阴阳怪气的笑道 这里是刑部 不是护部 周公子想审犯人 回护部审吧 如果护部也管刑御的话 说完 贺了一声 几个狗东西 没听到我说话吗 把他给我带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